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21号星期一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谈崔永元最新爆料 最新举报云南省的一个退役的一个副司令叫罗富强 那么这个罗富强和崔永元又怎么杠上的 崔永元为什么要举报他 这是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任正非 他大规模密集的接待了中外记者 他在接待中外记者的这个会谈上面 发表了很多言论 尤其他那些谎言能不能救得了孟晚舟 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那么在谈两个话题之前 我呢必须今天来说一说谷歌公司 说一说YouTube公司了 一直以来呢我不太愿意呢 为这个YouTube的问题呢来多说什么 因为呢大家都观察得到相当一段时间来 这个谷歌公司的这个YouTube是极端的不正常 对我们这些开辟自媒体实证评论频道的人 有一只无形的手一直嘛一直在幕后操作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YouTube上的订阅数从七万掉到了六万五 那么这个七万什么时候掉到六万五的呢 七万掉到六万五是十二月份 而我在八月份以后就再也没有增转过我的任何的这个订阅数 始终呢每个月都是呢负增长 从八月份到十二月份连续五个月 其实每个月订阅量都有一万左右 但是最终YouTube都把它突然地把它削减掉 然后经过它的什么整理以后 最终这个数字呢始终呢是在七万左右 那么我不计较这个粉丝数多少了 这个多也好少也好 只要不影响我们做节目 只要节目能够正常的播 那么至于什么点赞输了 点踩输了 这个评论书给它修改数据了 这就多了去了 我呢实在是没有这个兴趣去为这个YouTube的这些数据呢 去跟他们去多计较什么 反正正常的节目就做 但是紧接着YouTube公司就不断地警告 不断地发出警告 说我违反社区规定 我不知道我违反什么社区规定啊 是不是这个里面图片插的不对啊 是不是这个里面引用的视频不好啊 所以呢我为了这个不让YouTube公司继续地对我警告 我就把我的节目里面原来插过图片的 或者里面有过引用其他第三方视频的 我呢就尽量的呢就不插图片 不引用 但是仍然受到警告 而说我对这个题目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曾经一段时间就采取了题目上直起 哪一天哪一期 我什么文字都没有 这总算通过吧 告诉我还是通过不了 我就不懂了这个YouTube你究竟是有敏感词呢 你难道就像新浪微博一样吗 就像腾讯QQ一样吗 你就像中共的这个微信一样吗 你也有敏感词吗 你也要接受中共的审查吗 后来我才明白 它都是嘛 它都是第三方公司转包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谷歌公司是美国人开的公司 也就这个公司里面所有的这个管理团队也好 它里面的管理骨干也好 他们都是美国人 他们都是讲英文的 那么对整个YouTube这个中文板块 他们怎么管理呢 整个这个中文板块里面使用的语言都是中文啊 那么YouTube公司它是采取什么 哪一个国家的语言就找哪一个国家语言懂这个语言文字的第三方公司来接这个单 由谷歌公司包给那个公司来做 那么第三方公司谁来做这个 谁就承担了它这个谷歌公司和YouTube公司里面第三方工作的这个责任 因为它有能力完成这个汉语团队里面按照YouTube公司的要求来做事的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YouTube公司所有中文频道里面都是由懂中文的人来审核 那么好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懂中文审核的人是什么人 是有正义价值观的人吗 是主持公道正义的吗 是恪守着美国法律原则的吗 是按照谷歌公司 按照美国公司的这个优秀制度去做事的吗 显然我可以讲 能够有资格竞争到这个第三方公司管理 参与谷歌公司中文频道管理的人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出得起价钱的那个公司 而那个公司你觉得跟中共没有关系吗 我们就算它跟中共没有关系 至少面上没有关系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怎么样呢 我只举在我身上的例子 大家可以观察 我最近这么一两个月来 我的新发节目里面几乎是没有广告的 为什么没有广告 是因为我的片子在审查的时候 初期审查系统审查都是合格的 因为系统审查如果不合格 我的片子一发出来系统就告诉你这个审查不合格 我往往是在审查合格了以后 这个片子上传以后已经开始播放了 也就是说细心的用户 尤其是那种我片子一出来 大家就立即就点的这些用户 你是可以看到有广告的 但是在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以后 也就是这个点击量在几百个或者千八个左右时候 这时候他就开始把广告给你删除了 他就告诉你你不符合大多数客户可以投放广告 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投诉或者要求人工审核 那么你投诉随你怎么投诉没有人理你 那么要求人工审核 那么人工什么时候来审核 按照他上面的规定是在一千个点击量之后就可以审核 那么你申请了审核你就等他来 一千个以上不代表是一千 一千个是一千个以上 一万个还是一千一个以上 五万个还是一千个以上 所以说我的节目是等待他人工审核时候 他就是什么 他就不审核你 他一直到你这个节目基本结束了 点击量基本没有了 也就是一个节目总的观看量 在你95%都已经观看差不多结束之后 他开始给你审核合稿了 审核通过了 那么既然人工审核能通过 就说明这个帖子是没问题的 而且不是一个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几十上百个帖子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随便发什么节目 他一定是在你拦下来 不让你有广告收入 虽然大家知道这个广告收入并不多 或者说所有人追求的并不是这个广告收入 但是YouTube公司这样去做 他就是恶心你 就是打击你 就是让你难过 最最恶心的是什么 是我上一个帖子还在被他锁定 广告不能投放 我下一个帖子出来又被锁定 在两个帖子都被锁定情况下 在两个帖子我同时都申请 要求人工审核的情况下 他们看到我前一个帖子的点击量 已经基本差不多了 比方已经五万了 已经六万了 你这个帖子也没什么人点了 他把你这个帖子放开了 但是他同时审核的时候呢 后面一个刚发出去时间不长的帖子 可能点击量才一万才两万的时候 他就是不会给你审核通过的 他一定要等着这个帖子 把你这个点击量消耗到了吗 消耗到你这个帖子 基本的也差不多了 也到五万六万了 或者是基本没什么人看了 然后他给你放开了 他人工审核又通过了 那么那么就可以解释 他这个所谓的审核是属于人为因素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发出去的节目 肯定没有违反规定 如果违反规定 你按道理你应该审核通不过 因为审核通不过的帖子 我也有个别 他告诉你这个帖子审核通不过 经过人工审核还是通不过 这个我能接受 你说你审核审核通不过 你告诉我们这个里面有哪些理由 你认为这些理由是肯定不符合你 YouTube管理规定 那么你审核通不过 我也接受 关键是他不告诉你理由 他告诉你叫做违反社区规定 什么叫违反社区规定 社区规定是什么 它不解释 它让你自己去悟 这就跟中共的警察上门找人 喝茶上门找人抓人一样 你问他干什么 他说你犯法了 你犯哪条法 根本不跟你去多说 法律书在那 你自己去看 你觉得你犯哪个法 我们来找你就肯定是犯法 不然我们不会找到你 YouTube对我前来就这个态度 就说你违反社区规则了 至于违反了哪条规则 怎么违反 没人回答你 那么作为谷歌公司 一个所谓不作恶的公司 一个在中国大陆 因为要抵抗中共政府 对他们的强制审查 最终都能从中国退出的 这么一个公司 它当年那种坚持正义 价值观的那种风骨在哪里呢 它今天在美国做事情 它对我们这种自媒体 专门实证评论频道 而且每天要出一期节目的人 不断地羞辱打击 不断地为难我们 他们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如果去投诉它 没有人会理你 你现在即使找到YouTube的高管 他还告诉你系统判定 你不合格啊 你就是不合格啊 人工审查最后 不是认为你合格了吗 就给你合格了吗 但是人工为什么 这个时候审查 为什么一上传的时候 系统是合格的 过了一段时间 又变成不合格了 而这个不合格之后 为什么每次的审查 都是到这个帖子 基本上你的点击量 差不多多少才来审查 谁来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呢 没有人回答你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认倒霉 你爱做不做 所以很多朋友建议 我开个人网站 我一直是没有答应过 要去开个人网站 我知道开一个个人网站 要很大的投入 要很多的精力去维护 同时还要有相当的工作人员 帮助我管理 我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 我不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YouTube 他对我一二再再二三的 这种逼迫 对我一二再再二三的警告 YouTube是要把我逼出YouTube 让我把这个节目关掉 我不知道来自于 这是一个什么力量 我也没地方去投诉 我也没地方去讲 我只能是一直坚持的做 可以讲我已经有将近两个月了 我一直是在这么坚持 但是我感觉到现在对我的打击力越来越大 所以说呢 我呢 希望如果住在洛杉矶附近的 有懂网站的 有会制作网站的 能在建立个人网站上 能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 能呢私信联系 贝特上私信联系我 或者是YouTube上面 在节目下面留言 我也能看到 那么呢 我希望呢 就说在合适的时候 把个人网站呢 先建立起来 因为呢 我想建立个个人网站 就是做一个预备 也就是有一天 当谷歌公司和YouTube封杀我 我已经不能够在YouTube上 发节目的时候 那我就只能选择到 我自己的网站上去发 那么建立这个网站是为了什么 为了做一个第二梯队 做一个预备 那么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网站建起来 我完全是个未知书的 我不知道这个网站怎么做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建这个网站 我同样没有把握这个网站建起来 会不会呢 中共通过另外一种手法 会不会呢 就遭到另外一种神秘的力量 把这个网站就完全封杀 我都没有把握 那只能讲 这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美国是个民主社会 如果我建立了一个网站 如果有某种力量恶意来攻击我 我是可以举报 我是可以起诉 我是可以采取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 而现在我在YouTube上 我完全就是十亚八亏 因为你在YouTube上做节目 你要遵守YouTube的规定 YouTube就跟人家 我有社区管理规定 你没遵守我社区管理规定 我就可以封杀你 我就可以对你怎么样 所以说你上人家的网站 人家爱怎么折腾你 怎么折腾你 你愿意做 你就做 不愿意做 你就滚 谁管你做不到市政评论 谁管你就没事 去议论中国的市政 你好好吃饱 你就饭就行了 每天做那么多节目干嘛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我的态度 就是说你别去做这个自媒体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自媒体 究竟刺痛了谁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为了打掉我这个自媒体 他们会花那么大的气力 花那么大的代价 我的自媒体是不会停的 任何时候不会被别人打掉 不管哪一种情况下 只要我有一个听众 我都会去做好我的自媒体 好 言归真正 谈今天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崔永元举报 这个叫罗富强 那么崔永元举报的罗富强是个什么人 罗富强是云南省军区退役的一个军官 退役之前是一个什么副司令 那么在20号 崔永元在他个人的微博上 发表了一篇博文 说他到云南上访 见到了组织 说明了情况 递交了材料 心里面暖的是不要不要的 并发布了呢 崔永元几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在云南省纪委 和云南省监察厅门口的一个流言 以及呢 崔永元发布了 关于罗富强涉嫌违法犯罪的举报信和报案材料 那么崔永元为什么要举报这个罗富强呢 这个罗富强和崔永元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 罗富强现年只有56岁 他是云南立江人 已经退役 他退役之前是一个边防军的副司令 兼参谋长 曾经呢 是担任过共军的大校军选 那么他跟崔永元之间究竟产生一个什么瓜葛呢 事情的起因呢 是这样的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崔永元呢 和他几个朋友到云南的玛丽坡去祭拜老三的这个英列 在这个祭拜期间呢 小崔呢看到很多烈士跟自己呢都是同年生都是1963年生那么多英雄他们在二十岁不到的年龄就已经呢就已经长眠的地下在地下已经三十多年 而且小崔了解到有很多烈士他们的家属都从来没来看过他们都从来没来扫墓来看望过他们甚至有的这些英列这些家属们根本都不了解自己的亲人就埋在这个云南玛丽坡 所以呢小崔就萌发了呢心中呢有这么一个决定他和他几个朋友商量以后就决定为还有156个没有联系上的烈士呢想办法呢为他们找到亲人能给亲人创造一个细点烈士平调烈士的机会 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小崔就在微博上公布了相关的图片和寻找烈士亲属的各种计划 因为小崔的这种正义之举啊完全得到了全国的网友支持大家都非常支持嘛 因为觉得长眠地下的英雄他们的亲人应当我们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家属去找到这些亲人 所以网络上是一片盛战的那么很多网友都帮助转发了帮助参与了帮助寻找了就大家都参与这个活动 他本来是一种很正义的很有良知的行为但是出现一个主动碰瓷的人这个主动碰瓷的人什么啊就是这个罗富强 这个罗富强声称自己地位显赫在军方是一位退休的副司令他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 崔永元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用英雄烈士作为自己炒作的资本他发表了这篇文章 他这个文章一下子在微博上面就轩然打破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指责小崔是利用烈士来炒作自己 并且给崔永元扣上了抹黑党和政府不作为的大帽子这个作者罗富强他写这个文章 他究竟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是个什么背景呢 他本人呢是曾经在云南一个军分期担任着什么副司令是大小军选 退休以后呢这个人呢成为了个网红 他呢专门在网上面呢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提前退休暴露了军队的一些什么腐败的内幕 那么成为呢这个网络上一部分人追捕的对象可能当了几天网红以后罗富士令呢觉得这个网红比副司令的这个日子好过 当网红比副司令都过瘾 所以罗富士令呢一下子就抓住了呢崔永元这个机会他主动去碰撕崔永元 他去警告崔永元叫崔永元不要用烈士来进行炒作 他认为这件事情能给他带来很多名声能给他影响 他这篇文章很多网友都看过没有什么内容 网友评论他就是叫空洞发位除了朴风作影 易造是非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然后就是在这个文章里面秀自己的官衔秀自己的老三英雄的身份 让让很多网友感觉到很反感 而且很多网友评论让人们不理解的就是这个罗富士令上纲上线 文革的那套什么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 让很多人感觉到这个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红卫兵年代 在他对小崔横家指责主动碰子的文章发出之后 那么有正义的原来的老三战士老兵 曾经在老三上面战斗过的这个老战友 这两个老兵战士网上的名字呢一个叫九把刀 还有一个叫月华群 他们分别撰显了崔永元需要靠烈士来炒作自己吗? 罗富强的贴文呵呵这是一篇文章 还有一篇文章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罗富士令向崔永元开炮了 这两篇文章呢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 那么这两篇文章是以亲身经历老三战斗的两位老战士 两位当年的老三的老兵 他们在这个文章里面充分肯定小崔的做法是暖了英雄的心 所以两位越战老兵的这个文章发布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他们的文章朴实无话 论点率直鲜明论据真实可信 论证呢也确凿充分 把罗富士令闭门造车的观点 就说根本就不存在需要去找到烈士亲属的观点 驳斥着体无完腐 也把罗富士令给小崔扣上党和政府不作为的这个帽子 把他扯得粉碎 因为完全可以证明党和政府是根本没有在这些事件上尽到他们应尽的责任 才导致了英雄长眠地下三十多年 他们还有156个家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埋在哪里 随后小崔又发出了一百多个需要寻找亲属的烈士的名单 到了去年10月8号小崔的一个朋友 他往返了几千公里 终于在中缅边境一个叫梁河县的深山里面 找到了第一位没有祭拜过烈士的亲属的名字叫杨世芒 他的哥哥叫杨世棉在1979年在战场上牺牲了 所以这是小崔通过一个月的寻访找到的第一位 那么也就是说小崔不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马里婆烈士的敬意 而且用铁一般的事实狠抽了罗夫斯令的脸 告诉他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亲属 就绝对证明了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为 我们早一个月就找到了你们早三十年都没有找到 但是这个罗夫斯令一点都不续心 一点都没有在事实面前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呢继续在微博上面去挑战小崔 指责小崔借烈士的名气来炒作自己 说崔永元是真心可诛 我不知道这个共军的这个什么夫斯令脑袋里面 除了升官发财美女之外 有没有正常的智商是小崔的名气大 还是倒在马里婆的这些英雄的烈士的名气大 如果不是小崔发出这些被共军遗忘的烈士的名字 有哪一个人会知道这些烈士 有哪个人会关心这些烈士 有哪一个人知道这些烈士的家属们都在承担着什么样的苦难 罗夫斯令你曾经去看望过你这些长眠在地下的英雄吗 你曾经去慰望过这些已经倒在马里婆的这些烈士的家属吗 你为这些家属做过一点你自己应该做的当年的战友的责任吗 所以罗夫强这个人我估计他上战场他可能打不了两枪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能打枪能杀敌的大部分都已经躺在马里婆了 混到他这种副司令地位的除了靠踩着烈士的尸体 靠着买官卖官靠着翠流拍马靠着奉送女色 靠着他自己投机端营才混上去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战场常常打不过敌人今天他拿起键盘来战斗了 而且他拿起键盘越战越以后专门什么专门去斗那些能够有正义感的英雄 他表态一定要把翠永元斗到抑郁症复发为止 所以这个人的无耻到什么地理 因此他跟小崔就算往前干什么 那么小崔不会让过你 因为什么小崔要爆料可以讲一爆一个准 你看小崔无论是爆翻冰冰的料 爆冯小刚的料 爆中国农业部食堂的料 爆中国农业部转基因的料 还是爆了最高法的料 你看小崔哪一次没给你做到点子上 哪一次不对 小崔已经完全掌握了罗富强 他自己花一百万元买官的材料 所以小崔就踏上了云南省纪委和云南监察丁上访的路 因为小崔要跟你罗富强磕一把 让你看看在事实面前究竟是谁利用烈士在操作自己 好 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关于任正非密集接待记者 他自己爆发的谎言能不能救得了蒙晚舟 那么大家看到美加呢现在呢是完全联手 对中共的合围呢是越来越紧 白宫呢很快要发布一个特令 这个特令呢预计呢是在月底会发出 就是全面封杀中共所有的企业的电讯公司 尤其是华为和中信就任何电信公司 你跟通讯有关的你是无法到美国来做生意 你不可能允许你到美国来 他给出的不断是禁止中共的各种通讯公司 电信公司在美国的销售 而且是所有的中国的电信公司 如果想跟美国购买材料的话 必须到美国商务部申请购买美国电信产品 所用的各种部件的许可证 凡是与美国制裁国家有过业务发生的国家 一律是禁止发许可证的 那么按照这样来讲的话 中信和华为都是跟伊朗叙利亚有过业务联系 那么他们肯定是处于禁止发许可证的范围 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从美国再采购到产品 他们自己的产品是更不可能进入美国 这个美国这个白宫特令一发 那么华为和中信肯定就立马就死掉了 因为中信上次因为没有芯片已经要死 后来缓过进来 但是当时只是总统令 这次呢是白宫立法 如果一旦列为法律 川普总统一签字以后 那就必须要执行了 所以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共抓捕加拿大两个公民 对判处加拿大一个毒贩的死刑 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反制的 包括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他在昨天也专门发表了演说 就说加拿大不会被中共吓到 我们会继续联合盟友 共同对抗中共的无耻法律的人质外交 因为特鲁多只有这点本事啊 动不动联络盟友 他只会拉着盟友跟他一起上 他自己是不敢上的 他从来不敢自己拿出点真评诗句来跟中共干 他有的是办法 但他不敢上嘛 那特鲁多就是一个白左 就是一个女性大妈喜欢的一个偶像 他就每天在政坛上秀他的这个幸福感 秀多少女粉丝去追捧他 但是你叫他治国安邦 他没这个能力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加拿大现在遇到的压力 就导致了加拿大已经明确说过 加拿大启动了对华为5G网络的严格审查 这个严格审查实际上就是 就是准备华为的加拿大销售的程序 因为中共驻加拿大的这个大使叫卢薩野 他已经威胁过加拿大吧 如果不用我们的华为的5G会有严重后果 那么加拿大就准备承担这个严重后果 看看你中共能有什么严重后果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时间越来越近 还趁那么十年一天引渡令必须发出的时间 那么一向呢低调神秘的任正非 突然呢就频繁的会见了这个中外记者 1月15号的时候 他接受了包括彭博社在内的多家欧美媒体的采访 到了1月17号呢 他又接受了环球日报在内的多家的中共媒体的采访 1月18号他又接受了日本媒体的采访 在连这三个采访日 基本上可以讲中国的外国的欧美的日韩的 所有的这些媒体任正非都接待过了 任正非为什么要那么密集的接受采访呢 因为任正非需要通过媒体给美国带话 给川普总统带话 要给中共带话要给中共表忠心 要让中共知道它始终站在中共的这个角度上 帮助中共去维护所谓国家安全 大家都知道在这么密集采访的活动中一定会涉及到 华为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吗 任正非是失口否认华为帮助中共从事任何间谍活动的 有记者问他如果中共当局要求华为提供外国客户 或他们的网络设备的机密资讯 华为准备怎么办 任正非一人此言就说对这样要求我们肯定会拒绝 我们华为从来没有受到中国政府要求我们提供不当资讯的要求 任正非这个话只要是中国人或者对中国稍微有点了解的人 都知道任正非是再大不过的假话再多不过的谎言 中国国家情报法的第七条就规定 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按照国家的要求 配合国家的保密保守和熟悉国家的情报工作 第十二条规定国家的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与相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委托开展各类情报收集工作 这是国家情报法规定中国任何人都要做 你任正非的不做 当中共要求任正非和蒙晚舟协助的时候 配合国家情报搞工作任正非和蒙晚舟会拒绝 任正非是优秀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党代会的代表 共产党要求任正非和蒙晚舟为中共收集各种情报 任正非和蒙晚舟敢拒绝他们会拒绝任正非讲这种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大老 他以为我只要这样讲管你信不信任正非 你讲的话是真话假话真的听不出来吗 中国人历来信奉就是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 林彪当年就说过不说谎话就办不了大事 任正非就属于说谎话才办得了大事这样的人 所以任正非把华为做得那么大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认为 如果任正非敢拒绝中共的话 这次蒙晚舟被抓 中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如果任正非真像他说的他敢拒绝中共的话 华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都不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 不要说华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5G设备的设备供应商 你就是在中国大陆可能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 在中国大陆不听党的话的企业 你死的来不及还会给你有 还会有给你发展重大的机会 在中国大陆只要混得风声随即的企业 哪一个不都是像马云马化成这样 所有的企业为党服务 帮助党去监控民众 帮助党去扼杀言论 除了完全见面讨好党 帮助党去做一切残害人民的事 自己没事还要去唱个什么革命一样板戏 要什么一颗红琴头脏袋 革命的红旗两边挂 这都是马云马化成专门干的事吗 在中国你敢拒绝党给你的指示 敢拒绝国家安全部分要求你收集情报的功能 你这个企业能生存吗 人正被讲的话有一句任何一个字 有真的成分吗 我们只要看看孟晚舟她被抓之后 中共外交也好 国安也好 公安也好 宣传也好 大使馆也好 所有人都纷纷站出来 为孟晚舟和华为站台 你就可以看出华为是百分之百的一个 听党的话跟党走 是党叫的干啥就干啥的一个党企 一个军企 一个共产党专门的情报机构 所以任正非你想否定 你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你否定得了吗 任正非的这种谎言 她除了欺骗她自己她既骗不了共产党 也骗不了公众 更救不了孟晚舟 目前中美谈判最核心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因为华为这样的公司就是大量的盗取人家 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中国各种假冒美国品牌 以及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 对美国造成的侵害是非常猖獗的 美国要解决知识产权盗取的问题 是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重种之重 根据西方媒体彭博社的报道 苏西美中谈判的人都说 白宫评判中美谈判最终的标准 就是中方是否会结束 国家协调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因为美国已经完全认定 这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国家协调的 就是中国政府刻意二维 那么中方能不能做到这点 可以讲中方做不到 因为中方如果不偷人家美国的知识 中国就发展不了了 所以中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很难跟美国达成协议 因为中方的代表可以谈判中 就叫无力渠道 就胡说八道 中方的谈判代表居然说出这么荒唐的要求 就是我们如果要停止盗窃 你们美国的知识产权 那么你们美国人就要开放你们美国的高科技核心技术 和国防装备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你们美国购买美国最先进的武器 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过去封锁了艰弹科技的领域 所以我们只能偷 我们没办法 而现在如果说你们要求我们不能讨弃了 那我们就要卖给我 卖什么 卖你们尖端的科技武器 航母可以卖啊 隐形战斗机可以卖啊 这样卖了还可以消除贸易利差啊 人民日报不就专门发过文吗 要求美国卖几辆航母吗 要求美国卖点导弹核潜艇吗 你们不肯卖吗 不肯卖我们只能偷了啊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理由 因为你们的核心技术 说你们不卖给我嘛 所以我们只能偷 现在你们要求我们不偷 不偷你们就卖 你航母核潜艇引擎飞机都卖给我们嘛 那华为和任正非讲的话更是不要脸嘛 他直接就说嘛 不要有自主藏心嘛 华为不认可自主藏心嘛 任正非说所有的科技成果都属于人类共享 我们都是站在前任的肩膀上 所以我们看得更高 华为他之所以敢盗取别人的科技成果 在任正非的理论中就是理所当然 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高了嘛 那么怎么站怎么爬上去怎么偷的他给你去引去了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神逻辑啊 美国人不能不服 但是美国人但是美国人是很清楚 他们不可能把美国的尖端国防科技卖给你 因为美国对中国限制国防科技限制军品 限制这些核心领域里面的产品 是美国在六四之后对中共所做出的制裁的措施里面其中之一 当时在六四之后美国对中共有太多的制裁的规则 有几十上百条制裁的法案最终都给克林顿把它一一解除了 唯独没有解除的还剩两到三项 就是关于国防科技军事用品以及国防科技国家安全领域里面的重大的科技 这部分对中国是永远奉杀的 现在中方的代表要求美国把它开放 只要你们开放我们就不偷了 这就是中方的逻辑 我前几天做了一期评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这个视频 有一个明显的是毒疫苗打多了一个五毛 他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他说要我搞明白加拿大和中国有多少生意之后 再评价中家关系 加拿大怎么敢得罪中国 中国跟加拿大多少利益 我不知道这个五毛他有没有了解中国和加拿大有什么利益 你以为你抵制了加拿大那几只鹅 你就是有贸易利益吗 再说加拿大的鹅像你这样的五毛你买得起吗 一个鹅要八千多人民币 你抵制鹅抵制鹅 结果人家鹅店在北京三里屯开门的那天 排队排到一百多米远 你抵制了吗 没人抵制 说正话这些五毛你讲话 你都从来没有去摸过你的良心 你知道中国和加拿大有多少贸易额吗 我告诉你讲 在整个中国和加拿大的所有贸易额里面 在中加之间的贸易额只有百分之四 而加拿大跟美国多少 加拿大跟美国达到百分之七十六 你一个百分之四的贸易额 你觉得就很大吗 就对人家国家影响很大吗 如果你认为百分之四比美国百分之七十六更多的话 那么中共这次真埋摸你这样的人才 这次刘鹤跟莱特希特谈的时候应该派你去 连账都不会算点人就在那个这样湖喷 说句重话 中国的这些五毛啊 他每天的阴歌厌舞觉得很开心 觉得呢中共多么强大厉害国多么强 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共的这艘船 眼看就要撞冰山了 只不过这个五毛他只是坐到五等舱里面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形象的形容了中国人 你现在坐在几等舱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动不动歌颂你的厉害国 动不动歌颂天朝那么伟大 你知道你在天朝是个什么位置吗 你知道中共这艘巨轮已经撞到冰山了吗 只不过你是坐在五等舱 中共这艘巨轮在眼看要撞到冰山的时候 头等舱的旅客是首先看到的 头等舱的旅客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以上的 他们站的最高 他们看的最远 他什么都看到了 他看到冰山来了 他立即是准备了东西 放上了船上的救生艇 立即他们先逃跑了 这是头等舱的人 二等舱的人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 冰山已经到眼前了 眼前发黑 他这时候他感觉着有问题 所以都在问 这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事 二等舱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共的权贵 或者是中共的富裕阶层 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二等舱的人 这些人已经感受到 但是呢他们还在了解究竟怎么回事 我要做什么对应 那三等舱呢 三等舱的人大部分都在喝酒睡觉 自在的很 日子过得好得很 麻醉的自己 喝酒吹牛吃喝 岁月静好 失于远方 这些人都属于三等舱 而四等舱什么 而四等舱的人正在导游的带领下 赞叹的这个船做的多么伟大 这个船多么壮观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居民委员会的大妈 大部分都是生活贫困 可能看病付不起药费 孩子上学付不起学费 每天吃的帝哥油呼吸的多空气 还要赞叹的这个国家多么伟大 天朝怎么了不起 厉害国怎么了不起的 这是四等舱 而五等舱的人 五等舱的人 是规规矩规矩的集体学习 讨论的冰山是多么渺小 船长多么英明伟大 怎么跟着领袖 我刚才讲的五毛就是五等舱 专门在键盘上发起攻击 然后每天在学习的习主席的理论 讨论的帝国主义怎么渺小 我们怎么伟大的人 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 所以你就更不知道 这个冰山什么时候来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死 中共的官媒对付这些五毛办法多得很 中共的官媒就是对五毛的选择 能够把五毛变成他们自觉的武装 去保卫中共 去能够在自己过得最悲惨的生活 但仍然能够为中共 安前马后的去做这些出卖良心的事 中共的官媒经常告诉这些五毛 告诉这些老百姓 美国是很黑暗的暗无天日 老百姓有枪 那是老百姓天天有人要杀他 所以每天都会有人被打死 美国每年有三万人死于枪祸 其中有一万两千人是被杀 还有接近一万八千人是自杀 所以中共官媒他始终告诉你 美国有枪美国很黑暗 美国的枪不是自己自杀了 就是美国枪打死人 每年要死三万个的 但是中共官媒会告诉你 前苏联的共产暴政他们执政二十四年 死了多少吗 我告诉你讲 苏共执政前二十四年 被苏共屠杀的人就有两千万 这个数字足够美国持枪死亡 每年的三万可以死上七百年 而中共呢 中共就更不会告诉你了 中共执政七十年 年整死在屠杀的达到将近八千万 这个数字 所以让美国枪杀也好自杀也好 可以死上两千八百年 两千八百年是多少 两千八百年可以从商朝以后的西州 春秋战国那时候就开始死一只死到今天 所以最危险的事情不是老百姓持枪 而是统治者单方面持枪 中共永远都是对人民洗脑 对五毛洗脑 而人民中被洗脑的那部分 但是甘愿着五毛的人就会什么 就会颠倒是非就会混淆黑白 最终什么最终充当了中共可怜的跑回 所以孟晚舟的事情发生以后 很多五毛很激动 就要变成今晚都是孟晚舟 那么你看看孟晚舟的结局 如果你变孟晚舟 当孟晚舟被送到美国执行审判的时候 希望帮孟晚舟坐牢的有一个是你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